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段視頻 這裏就是開平長沙街道新嶺村 這條水泥大道都是附近幾條村的善長人翁 出資修整的 在省道保和坊的牌坊 順著這條水泥大道一直走到篤 這裏就是新嶺村 這個新嶺村背靠一座土山 前面有幾個水塘 地理環境也是很美 後面有一片新宅古宅 這裏有一個新近整起來的牌坊新嶺村 上面橫邊那裏新嶺村三個字 右邊我看到有一個人名 吳以樣嶺 這條新嶺村 就是吳是聚居的一條古村 厚天吳 一進村口已經是很多善長人中的方名牌匾 左右各一個 村口這一個荔枝基 這幾棵荔枝樹就過百年了 應該都是屬於他們村的一個樹神 一個保護神 旁邊就是一個新嶺文化室 這個文化室已經看了很久歷史 但屋頂不知為何用那些升鐵皮 就是蓋頂 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活動場所 阿叔你好 拍一拍這個新嶺村的新嶺村新嶺 是啊 這條村很漂亮 這幾棵荔枝樹都過百年了 現在都不知道幾多年了 少過百多兩百年了 幾百年都不知道 每年都還有結果的嗎 有有有 有果實的 哦 哇真是好 好漂亮 這裏專門為這個荔枝樹提了一首詞 這個荔枝基建於1986年 重修於2018年 吃飯了嗎阿叔你 吃了嗎 多謝先休息一下 休息在這裏 開屏這裏的村子 就是我個人感覺 同屬於四一 以譚江為界 譚江以北這裏的村子 那些村屋就 不像台山那裏的村屋 那麼整齊滑一 它是錯落有志 高低很分明的 另外一種特色 好漂亮 這裏的村景 這邊才是他們的村前 門牌號碼 這裏一直從第一到第十七巷 新嶺村 排流重修於2017年 就是最近的事 進去這裏 就是新嶺村的村前 剛剛我是從村子後面的 捱牌坊拍起的 這裏是第二巷一號 我記得好像門牌 一直到第十七巷 新嶺村這裏有十幾條橫巷 這個陽光 很多村的水井那裏 都會鯛住一些 是1961年8月9日滑的 喝水不忘滑井人 这座阳楼 木板门,烫楼门都没有了,只剩钢板门 帝朗 这座大宅 门前这么干净,地板都铺青材 那个洗手盆都不见,有水积的 这些建了屋之后,估计都是移民 或者是出了卖楼居住 没回来住的,你看 大门,两边那条方柱上面的顶灯都生了 这一座断缓残壁 是新岭村第十三行六号 虽然破破烂烂,只剩下外场 但也有门牌号码 刮得上去移民 Vie阳 莪苍 如果我们在常用绩内裏 $50,000 2,000 我们理解ieso益 這個方向,有一座青磚的雕老 應該都是三層高的 屋背後飄了兩個燕子窩 即是圓形的雕堡 有那些T字的窗眼 這一座青磚的雕老 它的屋背後面 因為是華僑屋 所以它跟傳統的屋不同 它後面開了三個小小的窗 一般中國傳統的屋 屋背後面很少開窗 你一看就知道 這些是華僑回來建的 洋樓 正門口 又是水彩壁畫 加一些古詩詞 一進門口就是 廚房造頭 一個天井 傳統的老宅 前低後高 一開兩進 都是很普通的龍船隻 沒有什麼怎麼裝飾 這些老宅都過百年了 估計都是舊時候 清末文初的時候流下來的 阿嬸,你好 吃飯了嗎? 還沒吃飯 還沒吃飯 我參觀一下這條村 我參觀這條村 是嗎? 是嗎? 這是萬貴村 不是,都很漂亮 那些村 很漂亮 最漂亮,最冷的村 那些村容村貌都很漂亮 很乾淨 很漂亮 種了很多荔枝樹 這條村 龍眼樹 龍眼樹 麻煩你,阿嬸 這裡種了很多龍眼樹 這條村 哦,它背靠一座土山 前山 不是,後山 前面有幾個水塘 藏風聚水 人結地靈